Zither Harp 世家女子在树下 扶手抬秀弹琵琶 风吹又扬 青香慢慢飘动 吹到了安家 炊烟一点点生化 山顶落日的彩虾 最后落下那一滴 才是天经的笔画 很像时候一夜 就一笔类型中国画 柔转在河边 逐着千叶山云的光发 老先生讲 那分次不同色调 不同的云花 还有白衣裳 丹青而弄我 泉中水墨丹青 花旦落地也有声 青丝转瓦白日梦 飞到了另一个时空 我想问老先生 只怕想也没有用 青丹白色一场梦 消去这境遇有谁懂 舍将青刀进瓶舍 尽忘成果如丹青 水墨丹青 可以形容景色 零动时代 水墨丹青 可以比生法 如心愿留在水墨丹青 可以压惠岁月的部分 水墨丹青 可以灭惠人间的水墨丹青 水墨丹青 在树露下 扶手抬秀弹琦 风吹又洋情 香满满飘动 水到了岸家 炽烟一点点声哗 山顶落日的彩虾 最后落下那一滴 才是碧晶的笔划 很像时候爷爷在我地里那些中国话 都正在了恒定处置情的深渊长花 老先生在后面 从不停下了不同的地方 还要陪伤本情而做我 泉中水墨丹青 花瓣落地也有声 青丝转瓦白日梦飞到我 另一个时空 我想问老先生 只怕想也没有用 青丝白色一场梦 笑续着情意有谁懂 泉中水墨丹青 花瓣落地也有声 青丝转瓦白日梦飞到我 另一个时空 我想问老先生 只怕想也没有用 青丝白色一场梦 笑续着情意有谁懂 啊 我 对我 无论 感谢观看